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灵气 欢迎大家观众视频 我们继续来玩这个 sl 这个高级步运班长啊 玩这个就推这个第二回合了 上期我们推了这个第一回合 那么第一回合结束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德军在 苏军防线啊 左侧这边已经德军把这边站稳了 就是 至少占了个立足点 也不说站稳 然后这个 呃 苏军右侧这边的话 部队全部被德军打崩溃了 全部被被押回去了 被部队 但是 德军就还没有来得及前进啊 然后 因为苏军在这个大街上面 这个草丛里面啊 也不叫草丛 树林里面放了一些机枪啊 德军就 不是可能就是这个大街这边就被封锁了 德军只能从两侧进攻啊 然后这一回合 第二回合的话 德军肯定就是一个是把这边啊 扩展这边的这个这个点 从这往中间打 然后这边的话就立即抢占这个 呃 相当于在这里 在这两侧建筑群里面都找找一个立足点 对吧 就是 在先站稳脚跟 ok 那么现在先是德军这个恢复阶段 德军的话 没有崩溃的部队 只把这个拼拼的标记 定死标记取消的啊 删掉就行了 然后苏军这边的话都是 呃 怎么说 有挺多崩溃的部队 我们一般一般来啊 这个成是这一半 啊 5 5加4是9 但是要减2是7 7还是大有啊 但还是没有恢复啊 那个5还是不行 ok 然后这一般 4啊 4恢复 这个恢复 这一般 5 5加4减1 5加3 8啊 那不行 那没有恢复 ok 好 这一般 是啊 没有恢复 这一般 是啊 没有恢复 把这个标记删掉 好 那么苏军的话就只恢复了一般步兵啊 好 那么德军到这个准备火力阶段 啊 等一下 别急 这个德军啊 这个在准在这个恢复阶段 这个换枪把这个突击工兵的这把 多余的这把清击枪啊 转给这个制弹兵 呃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得要突击工兵和这个排长 甚至于这一般突击工兵 他要 通过近战的方式 就逐次的把这些步兵班清理掉 啊 当然也可以通过近近距离射击的方式也行了 但是这个 就是 近距离射击打崩溃的话就最好 他就会自己撤退 不行的话 我们就直接冲进去近战 对吧 从这边往中这边清 呃 但是我们要把机箱给制弹兵是因为我们需要聊一般制弹兵啊 在这个点附近看 看一下 就是 如 因为这些部队如果在近战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 就其他事情都做不了 只能近战 万一苏军这个预备队啊 这支增援部队呃 到场的话 苏军如果选择从这边进场的话 那么 如果部队全部在这儿近战的话 就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苏军就可以慢慢把部队全部围上来 然后 呃 加入近战也行啊 或者是直接扫 就是往里面开枪也行都行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需要一般部队来掩护这个近战的单位 所以我们就把呃 因为 机枪本身近战用不上 对吧 机枪的火力点 火力只是不能使用在近战里面的 完了以后 这个步兵班的话 总而留一般人看 那么自弹兵火力本来就少一点 所以他就拿着机枪去看着就行了 因为近战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步兵班的火力点 对吧 虽然轻机枪用不上 但是步兵班的火力点可以 自己的火力点是用上的 ok 所以我们就先把机枪给这个自弹兵 要自弹兵来 我来看一下这边啊 然后行 那么就到准备火力阶段 准备火力阶段的话 我们看一下 准备火力阶段的话 就是这个啊 我们先把这个标打开 先看这边啊 这边是这个 呃 就是9 如果组合的话 就是13 也就是 8和12的这个 这个区别啊 8和12区别 我们想一想 如果用他自己设计的话 就有个排长可以一个减1的修正 如果一起设计的话 就不能用简易修正 但是就12点火力 他们俩好像感觉 哪个好一点呢 我们先看看 他们肯定是要设计这边的部队 呃 我觉得还是分开吧 不要合起来 我觉得火力比较弱 那么就是8点火力减1修正加加3加2修正 8点火力加2修正和12点火力加3修正 其实差也差不多 其实也差不多 这样吧 我先组合设计 如果机枪万一过了这个联社判定 这样我的排长还能引导机枪设计 对吧 如果没过的话 排长就在别人看戏就行了 是吧 那么去组合12点火力加3修正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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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个 打这个机枪啊 12点火力加3修正 走 对 我先放一个这个准备火力啊 放了这 哦 5还可以 5加5加3 8 是一个emc啊 还可以 还可以emc 而且机枪过了连射啊 这个黄色头子是1机枪还过了连射运气很好 emc 那我们投一个mc 啊 8加199mc啊 那肯定是崩溃啊 break 好 那么 非常顺利的就把苏军这班部队给打崩溃了 这个 顶回去了 很好 那么机枪连射通过 我们还可以用机枪射几次 那么机枪单独射几次打这个排长 对吧 呃 是这个5点火力有4点火力啊 加2修正 那种 6 6的话6加2就是8 那么就没有就就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 就这个没有打出伤害 没有打出伤害 但是他是22的话是又一次通过了这个连射 对吧 又一次通过了这个连续设计 他是连续设计只是2 他就还可以设计一次 不过排长这次不能引导了 排长已经 用过了 对吧 就只有他自己了 排长还是放在上面吧 啊 那么他还可以再打一次 那么再打一轮啊 4点火力加3修正 还打这个排长 哎 等一下 我们打这班动员兵 我们来打这班动员 排长要8点8点时期呢 还不好压 我们压这班动员啊 这个这个动员 征招啊 征招兵 压这班征招兵 走 又通过了连射啊 5 5加3 是8啊 没有任何输出 但是通过了连射啊 这个这个机箱手这个素质很高啊 对吧 这个 在极短的时间内 因为他这个通过连射 意思就是说 机箱手素质很高 就是他很短的时间内就打出了一串连射 就是一串子弹 就是说他这个 呃 快速的对对多个目标进行设计 说明他在很短时间内 对吧 因为这个时间轴实际上他这个时间轴是同步发生的嘛 就是 呃 一个阶段内所有的其实应该是两个回合 就是双方回合是同步进行的 呃 只是回合这游戏把它分解了 也就是说他他在极短的时间内 他已经连续设计了 对三个房子进行了三个短点设 然后啊 还不止啊 三个房子的多个目标进行了多个短点设 呃 虽然这两个目标完全没打出什么效果来 但是 但是他快啊 对吧 还可以设计啊 还可以设计 嗯 还可以设计 因为在这个 呃 怎么说 机枪的这个过热判定啊 只在这个 呃 就是对方移动阶段的时候进行防御火力的时候才要才进行判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搜一下 这个 呃 machine gun 嗯 专门有一个machine gun 是吧 对 machine gun 看一下 这个 呃 咳咳 对吧 你看这个只有在这个呃 在这个就是移动的时候 就是这个叫什么呃 对方移动阶段 然后这个机枪射击过一次以后 但是他通过连射了 他进行这个二次射击或者最终火力的时候 他才会那个损坏值 就是头子数就是减二 就他本来是12的损坏值 会变成10的损坏值 对吧 在准备火力阶段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呃 移动阶段的话就是说呃 敌人是突然就是改变了位置 然后没有准备 这样的话对没有准备 所以他这个有可能会把枪管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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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热或者损坏卡上面了 然后准备火力阶段是因为他已经这个 就是其实相当于是提前就就就就给鸡江手说好了 要打哪些目标啊 只不过玩家这个头头子 对吧 实际上这个事情在 从就是说放在现实里面 实际上是告诉他要打哪个目标 他已经准备好了 就知道打怎么什么时候更换枪管啊 什么之类的 就所以 所以他就不判定 所以他就不判定这个呃 就不会减少那个损坏值 除非投到12就是 那就是对吧 还是会有出现故障啊 这样mg是12啊 马克清是11对吧 这里有个b11 那反正还是可以连射 那我们再射啊 打这个阵队兵再来一轮 对吧 这一次没通过连射了啊 而且没有什么用啊 这这回总算是打完了这个 打了四轮啊 机枪打了四轮 是吧 打了四轮 对 打了四轮啊 总算是打完了 那么后面这些问题没什么太大效果 那其实也可以不打 留着移动的啊 不对啊 机枪连射是这样的 就是你如果不用他就没了 就是他准备火力截断这个机枪 呃 如果连射 我可以选择不开火啊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因为 有的时候为了避免投到12就是损坏嘛 可以不开火 但是不开火的话就直接浪费掉了 不会顺延到之后的本回合的之后阶段啊 就是 他准备火力截断如果通过连射 但是我不开火 那么他依旧是标这个prepfire 就是这个准备火力射击也就是说他在 对方移动的时候 以及在这个 进攻火力阶段 他都不能开火了 他都不能开火了 就是你不用就就没了 ok 然后这边的准备火力阶段 那么就是合在一起啊 呃 十一点 哎 不对 十一点 十一点也 十一点的话有点浪费 说实在的 因为不到12点就会变成8点 就就有点有点溢出了 那么这两班步兵班组成一个火力阻 机枪先不开火 这两个步兵班组成一个火力阻 机枪先不开火 这两个步兵班打这个正照兵 8点火力加3修正 走 好 这好嘛 这啥也没有啊 打出来 那么机枪打另外一边啊 我们先把这个prefile标一下 那么机枪就不能打 这个清机枪就不能打相同的单位了 因为规则规定 那么他就要打 他来打这个吧 两点火力 随便打的吧 反正因为机枪你不开火也 机枪也可以不开火 这样的话 不过苏军也不可能往外面冲 不开火 没有意义 开火吧 打吧 打这边 走 呃 这个 7啊 7没了 2点火力 头到7还加3的修正没了 OK 那这边德军 这边准备火力全部打完了 呃 这个工兵的话 不打啊 不不开火 等会我们移动 对吧 这边的话都先不开火啊 等下准备进攻 OK 那么准备火力就要结束啊 移动阶段 首先 德军移动使用我德军动这边啊 这班部队使用3点移动力 进攻移动123 到这个位置 我想一想 到这儿还是到这儿 呃 1 2 3 1 2 3 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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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逼这个不平 然后他因为这个这两班部队被德军就是正常秩序的部队贴贴到脸上 所以他们要加两个DM标记 重新获得这个Desperate Morrow 就是这个 绝望的绝望时期吧 叫做Desperate Desperate Morrow 就是本来惊魂未定 发现德军要冲上来了 就啊 本来就被逼退了 像发现德军要冲上来了 就惊魂未定 然后又被吓到了 所以又会加一个这个 就是让他恢复更困难 OK 好 然后这班自弹兵使用这个 啊 嗯 通常移动1 2 就没人看得到他 3 4 到这个位置 啊 到他 到这个建筑里的时候 倒是 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 被这边房子卡住了 被这边房子卡住了 好 到这个位置 OK 然后这班部队 这个炸药包子没用上 啊 没关系 在排长和这班部队一起移动 这样就有6点移动力 啊 我们看一下 1 是这样 是这个 1 2 1 2 对吧 这也没人看到 3 4 到这个位置 好 然后这边也是 啊 等一下 不不能到这个位置 他这边数据有一班兵是好的 好 这边有一班兵是好的 到这个位置会直接挨打 实际上分开移动还是分开移动 这一班 呃 像合在一起移动还是分开移动好 嗯 嗯 我们可以打得激进一点 啊 我们可以打得激进一点 啊 我们可以打得激进一点 啊 这班德军工兵啊 首先用普通移动 1 2 3 4 进这个房子 我可以进这个房子 好 然后这个 这班 呃 苏军首先是加个电影标记 然后出发这个 苏军可以使用这个防御火力啊 然后 苏军选择 选择打 那就是这个 6点火力之 呃 加三修正 因为这有房子 德军进了房子 ok 哦 不对 10点 因为在 因为是贴脸射击 步兵班火力翻倍 10点火力之 那就是8点啊 那那我先不用机枪 就是 等一下 先不用机枪也不行 因为先不用机枪等会就 啊 你也行也行 我就 我先不用机 不用机枪 尴尬 啊 不用机枪吧 因为 要不然火力溢出了 呃 但是 问题就是等会儿 如果再进行二次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再使用机枪了 因为我们如果 一旦不使用机枪 那么机枪就不能和步兵班攻击同一个目标 因为 呃 机枪如果要和步兵班 就是使用它步兵班攻击同一个目标 就必须要组合在一起 呃 如果不组合的话就说明你是就不能攻击同一个目标 不是攻击同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这样啊 就是第一次设计的时候不用机枪 第二次设计的时候把机枪拿上一起设计 这样应该可以 对吧 因为我们要火力溢出嘛 十点的话没有意义 那么首先是步兵班啊 用这个first fire 就这个用八点火力 对吧 加三消震 呃 那那那那那没事了 ok 那么第二次设计就是六点火力啊 加机枪一起六点火力 对吧 呃 加三消震 一次定死检查 还真给定死了 还行 ok 那么这里是这个 final fire 机枪的连射判定没有通过 那么机枪也是final fire ok 哎哎 机枪不能设计了 机枪已经就是连射判定没有通过 机枪不能设计了 波云班倒是还可以 ok 那得运这班部队啊 这个排长啊 拿个炸药包的排长来一 二三四五 用进购移动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走到这儿 没人看到 走到这儿 这个机枪能不能看到 看不到被防止挡了 走到这个位置 机枪看不到被防止挡了 被这个防止挡了啊 那机枪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 ok 那只有这边 这边波云班可以使用最重火力射击 然后就是四点火力 但是 同时要进行的实际判定 呃 四点火力加三修正的话 嗯 四点火力加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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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这 而且他同时要作为一个实际判定 也就是说 我如果投到 投到大于7的话 投到大于7的话 就是我投到大于7的话 就直接步兵班要崩溃 等于7的话 就步兵班被定死 啊 这个定死不是指 呃 其实就是 哎 行吧 还是规则是这样 呃 而入50的概率了 也不算了啊 是的 不打的话炸药包就贴上来了 那就会炸一下 打的话 啊 呃 但是其概率吧 我先打吧 试一下吧 我还从来没用过final fire 对吧 没用过最终自卫火力 试一下 那就只有四点火力值 贴脸了 对 来 好 五 那么实际判定通过了 哦 不加三 八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还可以再打一次 因为这个地方是两点移动力 再打一次 也是四 好吗 崩溃了 直接崩溃了 啊 追完部队直接break 啊 看下这个东西确实还是 呃 怎么说呢 有 有 有 也不是那么很好用的吗 哦 不对 不对 我不要打呀 我打干嘛 我退下 嗯 哎 为什么不能 啊 算了 搞不懂 为什么不能够 就是干嘛 啊 没有 不对啊 他再这样过来是不能够装炸药的 他只能从 这儿走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有剩余火力了 我忘记加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大只是四点剩余火力在这个地方 这个排长 这个排长 他五点的话是没法装炸药的呀 嗯 素 对吧 他移动力不够啊 所以不用怕 所以这个排长其实得居 我只放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对吧 一二三 那么苏军这边甚至也不用开火 因为他排长就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这一回合炸不了 他移动力不够 OK 然后这边 这边 我怎么不能够 我重新那个一下吧 保存一下重新重新重新再一次 重新那个一下 重新打开一下 好 这下这下没有问题了 这下没有问题了 OK 看一下 这个位置苏军是能看到的 这个位置是看不到的 那么德军这班部队啊 哎 这是什么 啊 silent 这个没有 这个是 应该是太平洋战场的那个 嗯 这个工兵 嗯 一 二三啊 移动过来 从这样过来 苏军也没有人能看到 苏军这班部队能看到 但是超过射程呢 不能开火 好 这样 好 这样 苏军 嗯 为什么 OK 德军这班部队到这儿了 呃 这班部队 到这儿了 到中间这儿了 嗯 嗯 苏军可以开火 但是 但是没必要吧 这样开火 这样开火可以大 可以 苏军可以打两轮 对吧 其实也可以 比防御火力 比防御火力阶段要好一点 因为这样设计 苏军可以打两轮 试试看吧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效果 首先是第一次设计 其实四点火力加三的修正的话 其实 真的没什么可打的 那 减半以后就更没什么可打的 诶 有一个有一个投出了四 是两点火力四啊 也没有退缩 没有退缩 他打出了两点火力四 四加三十七 那也没事 OK 全部打没了 那也没有其他的单位可以设计了 OK 好 苏军的防御防御火力阶段 防御火力阶段 只有机枪能开火 但是机枪谁也看不到 这个地方呢 倒是可以架到这个马路上 但是 对于稍微远一点建筑 他完全看不到 这儿能看到 但是这儿也看不到 稍微远一点建筑 就他就完全看不到 那基本上没有单位能够设计啊 这班已经开火打过了 好 没有 进攻火力阶段 德军的进攻火力阶段 这个喷火器啊 喷火器 24点 终于是满火力数 24点火力啊 零点不不不不算修正 直接往房子里开喷 哎 你这投的傻 哎 等一下 X是10 投出了11 首先计算这次伤害 11 24的火力11啊 EMC 然后其次计算完伤害 这个喷火器用完了 直接就就燃料用完了啊 这次德军运气不正好啊 喷火器喷两下就没没燃料了 然后用完了 好 这个地方是这个 emc啊 全部打一个emc啊 首先是这个牌掌 77啊 牌掌被pin 牌掌被钉死 这班步兵 是这个 8 看一下 等于他这个一二二那一二二还是 还是保住啊 但是他没有通过世纪判定 所以他要减员减一半的人 但是班长没有阵王啊 其实这个真招兵的话 班长阵不阵王都无所谓 所以他需要这个 对吧 有一半的士兵被被被直接啊 烧死或者溃淘了 好 这边 再来一个mc 9啊 那也是少一半的士兵 啊 并且这个 班长阵王但是 但是没有没有没有用啊 因为这个真招兵班长死 其实也死了 但是对他是经验之没有影响 ok 排长被pin了是最尴尬的事情 因为这个等会这些这些部队是肯定要撤退 但是排长不能跟他们一起撤退 虽然说排长可以跟随崩溃的部队一起撤退 但是排长被钉死了 被钉死的单位不能不能动 这才是最尴尬的 ok 那么工兵啊 这个突击工兵 对吧 往这个房子里开火 是这个 6点火力值 加3的修正 那没有了这个这个肯定没用 自弹兵能打到人吗 啊自弹兵也可以开火 自弹兵能打到那儿 自弹兵打不到这儿 自弹兵能打那边吗 啊看不到被房子挡住 自弹兵也能打这儿 自弹兵4点火力往这个房子里打 2点火力说错 2点火力啊 退缩啊 那就更不用看了 嗯 然后是自弹部队被骗了 火力值减半 也就是说 啊这个4这个可以删掉 他只有这个 3.5的火力2的火力 那没关系 往房子里打啊 那不管 能开火就尽量开火 4 2点火力4 加3 7 没了 这边的话是 轻机枪倒是进攻火力仍然可以开火 轻机枪三点火力 啊 进攻火力阶段是步兵斑火力减半啊 轻机枪倒是没有影响 对吧 轻机枪是可以射击重那个 啊 呃 因为他这个火力减半 步兵斑火力减半 主要意思就是说影响的是那些栓动步枪 栓动武器 对吧 那种栓动步枪 对吧 轻机枪这种算自动武器自动武器 呃 本来在这个你看这像这种突击工兵 他这个 有下滑线 表示他自动武器比较多 所以他要加一的火力 所以轻机枪在 进攻火力阶段其实他不减的 轻机枪对吧 自动火力 三点火力 但是进攻火力阶段应该是不能连射是吧 看一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 找一下进攻火力阶段 好 看 中型机枪和重机枪不能射击啊 轻机枪没说过是吧 啊 对于说了这个武器 其他武清清型武器就只能射击一次 轻机枪没不能连射 对吧 但是他火力值是满的 也就是三点火力 啊那轻机枪其实其实给突击工兵用挺好啊 他这个火力加的多 那也就是五点火力 有四点火力值啊 四点火力值 打 打大征召兵 打这个征召兵 这边是四点火力加三 好 好 啥也啥也没打到 行 没问题 然后是 然后是这边 这边是这个 六 六 R6 一十二 加五 一十七 一十六点火力 减一 一十六点火力加二的修正 打这个里面的人啊 他只能打这个里面 其他人也没什么也也也也看不到 六 八 emc ok 这里还要进行一个emc 六啊扛住了 没事没事 对吧扛住啊 他不简约 对吧 不简约扛住了 那德军这个啥也没打到 行吧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火力全部删掉 啊 defend fire ok 好 那么之后就是撤退阶段啊 首先要撤退 首先这班部队要撤退 往排长那撤可以 对吧 而他最近的房子还就是排长的 他只能往这个地方撤退 往排长这撤退 然后 他也可以继续撤 但是不能撤出房子 撤到这儿了 也不大 而且排长一开始跟这个崩溃的部队不在一起 所以他不能够一起撤退 对吧 堵一次恢复吧 就不动了 就撤到这儿不动 然后这边是要撤退 然后 排长跟随这个部队一起撤退 首先我 看他最近的房子 他可以往这儿撤 可以往这儿撤 然后就不能动了 这个房子没有连在一起 所以不能不能撤 虽然格子连在一起 但是房子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房子那个 这个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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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背景没有连在一起 实际上每天是格子连在一起不算 只能往这儿或者这儿撤 那么我们往这个L7撤退吧 往后面撤一个 完了以后排长也跟着往后撤一个 但是往这儿撤能够被这边打到 往这儿撤的话也能够被这边打到 他总会被打到 他只要被打到 然后受到的伤害 可能造成那个 呃 怎么说 可能造成 呃 呃 崩溃的话 就可能造成影响的话 他就会要加这个DN标 那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先往这儿撤一个吧 这边的话是这些部队可以撤退 但是 但是排长没法动 他们的话只能往下面扯 如果往这边扯的话 他自弹兵可以往下走 他们这些部队只能往下面撤退 排长不能动 排长被钉死了 OK 那就 那就没了 撤退阶段结束 好推进的 德军的推进阶段 呃推进来 这个工兵往前推一个 这个工兵往前推一个 排长往前推一个 呃这班自弹兵推到点里去 啊对这个点 等一下这个点我们 没看到 嘛 ok 我们这个 这个点被德军站下来 所有者全部撤走了 我们是不是多复制了一个什么东西 确实 德军这般部队推进到这个点里去 就踩到点上 OK 那么德军这边推过来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步兵把肯定被钉死了 这边别推了 呃这般工兵推进去跟排长打近战 然后自弹兵推进到点里 但是这样的话会暴露在机枪的射程之下是吧 对会被机枪打到 没关系我们先推进到点里 这般部队别推了 等会儿苏军能打到人了 或者排长推到这个里面来 就万就是给这个下面的 这个步兵班减一的这个修正 减二它是减二的修正 也行 也不是不行 这边这个排长推进到这个里面来 这样的话就万一被打排长可以给他一个减二修正 就是实际判定的时候 OK 这边的部队先不动 好 然后推进来结束 OK 进战阶段 那么就是这里 这个 苏军是 德军是进攻放德军线头 埋伏头 埋伏头 埋伏头是 进攻放线头 OK 德军是六 苏军三 插了三 正好插了三 好 苏军埋伏了德军 但是 苏军是排长 只有一的火力值 减半是0.5 不到一 苏军没有火力值 所以苏军不能进攻 啊 这 那么苏军不能进攻 所以埋伏没有用 苏军只能防守 防守是一的火力值 防守不受这个压制 德军是这个 五的火力值 也就是双方是五比一的比例 五比一不到六比一按四比一算 这里 四比一 三的不用看了 苏军肯定死了 苏军排长挂了 一回合解决战斗啊 苏军排长直接直接直接正亡 OK 呃 其他地方没有结算的 OK 好 到这个 苏军的恢复阶段 首先第一件是投这个援军 援军投 四啊 四大于二 所以援军没到 嗯 我整点水 苏军援军没有到 那么还是这个恢复阶段 德军 德军没有可以恢复的 除了这个被钉死的步兵班以外 苏军这边有挺多的一个一个来吧 首先苏军用一个自主恢复 对吧 把这边一般步兵班 使用个自主恢复 不然的话 有一个机会赶紧用 我5加3 8啊 那没有啊 把这把标记去掉 但是没有回复成功 OK 不对 他标记去不掉 因为德军就在边上 标记去不掉 不能去掉 OK 苏军这边步兵班基本上没救了 被打崩真的没救了 就德军可以一路追追到追追到底下 因为后面没有没有没有第二道防线苏联 好 那么首先看这边啊 这边有个减一修正的这个 首先这一半部队 我5减一死 4减一三啊 这半部队恢复 好 这半部队 10 10 那就没没戏了 好 这边这半部队 5 5加3 8 啊 那没有回复 OK 这样 好 嗯 稍等一下 OKOK 我们回来回来回来 我们继续 那个到了苏军的这个 回复阶段已经过了啊 按摩就是苏军的这个准备活力阶段 好 苏军恢复要不要换枪 好像没有什么秩序良好的部队 所以需要换枪啊 所以 OK准备活力阶段 那么 我们看一下啊 嗯 我先把这些标记先去掉 这班部队没有机枪在那班部队身上拿着 换不过来 这班部队如果等会移动往后撤退的话 全部撤到这个位置 跳也不是不行 那这样的话容易被一挺机枪全部押住 嗯 防御火力阶段就会被激火 防御火力阶段就会被激火 但是如果从移动阶段移动过去的话 哦 这个地方还是不行 这个标记不能取消 他有敌人贴在转 我在想 我想把这部队聚拢起来 但是 反正会被打 这边倒是 嗯 这边是挺危险的 他这个公民啊 噢 我信没了 没了那行 那没说 也不好啊 这边公民他们如果站到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跟我击枪对手 他现在就可以跟我击枪对手了 可以啊 那如果我进房子的话 我就看不到这边了 除非进这 进这也看不到 也卡住了 这个地方其实掩护并不合并不是很好 德军可以从房子里给我对手 而且 而且如果我提前设计的话 如果没效果 他就可以直接往那跑了 我还不能够先开火 我先开火德军就可以 啊 德军 但是德军这个回合不能动啊 对啊 德军这个回合不能动 我不能动 那我先开火 呃8点火力打这个自弹兵 加3的修正 还可以投的可以 6 EMC 这个自弹兵EMC 那通过了 那也没事他通过了 哦机枪连射过了 机枪连射过了 好那4点火力再打一次 反正也没别的目标可以打 哇操 吓人啊 我还以为机枪坏了 不打就那个别投到1112 我操那机枪坏了又尴尬了 好这边 苏军是不能的德军是不能动这个货 但是苏军 但是德军可以开火啊 这么近距离 苏军开火 这个6 10点火力 要10点火力吗 10点火力要溢出了 机枪先别打吧 机枪容易缓8点火力 因为反正溢出了 8点火力加3修正 8 8 NMC 排涨先 普通MC 8通过 好这边 7-2 7-2 那全部通过 没有问题 机枪机枪不打机枪不打机枪 没法打 然后这边 这边苏军这个东西啊 真高兵 打吧 不打的话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打这个 没了 也没了 这边的话就 我想把它撤退往后撤一下 我想把它往后撤 因为这个4点火力 就算减1打里面的这个单位 8点 哎 等一下 8点火力 减1加2修正 打这个里面的 有没有可能能打得过 还是别还是别还是别 我们要撤往后撤 对吧 我们要往后撤 我觉得还是别 但是全部撤到这里的话 等一下德军一击火 所有单位 全部往这里射击的话 这个火力质很高的啊 那也容易崩溃 但是你反正这班部队 但是我反正这班部队 要往往往那边 先撤 所以排长会要跟着一起撤 不然的话恢复不了 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 容易被激活 而且 如果他们撤的话 这班征兆兵如果这个回合开火 他就不能动了 不能动就 推进去 可以推回去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往后推进 可以 打吧打吧打吧 8点火力 加2修正 来打一下 打这个房子 7 EMC ok EMC 什么 什么大失败 我说12 12直接排长 就是那个 ER了 排长有ER吗 有 排长没有ER吗 Casualty MC 不对啊 他还不是ER 112 原始投资 112 还没有加1 它是EMC吗 那我们看下这个EMC啊 如果原始投资OriginalDR投出12的话 No Hero No Break No A leader Yes E-R E-R failure Yes 首先是leader task check啊 领导的一个试试试试试检查了 诶 诶 看一下啊 Leader task check是对其他其他单位啊 那他自己没事 其他单位要进行一个Leader task check 额外要进行一次Leader task check 然后Leader自己是进行一个这个 哎他为什么ER他没有哦哦有有有有有我看错了 嗯他是ER还是Wounded看一下 好那么他首先是这个受伤并且是一个ER变成一个8-1是吧 变成一个8-1哎不对啊 他本来是9-1还是9-2他本来是9-1啊那那是那是 他首先是这个受伤完了以后他要这个ER变成8-1啊他这个士气低一点受伤 呃其他单位 哎等一下 那他有没有被 啊但他自己还要崩溃还要break啊领导还要break ok 受伤减一点是士气上线然后崩溃没错好然后所有单位再继续 呃是EMC啊4点啊通过但是额外进行一次领导实质检查走7点啊通过ok那没问题好这半部队 7点通过啊再加这个5点通过ok那只有排长被被打伤了然后崩溃了那步兵班没问题ok 啊没有了没有射击呃没有下单位没有射击的了ok走移动阶段啊那么没有单位能移动全部打射击过了是吧全部射击过了ok 防御火力阶段来了 德军防御火力阶段怎么打 从这边开始吧首先是这个组成一个火力组他这应该也能打过来是吧 对能看到8点火力哎不对五神要加倍是10点加14点火力12点火力之往这个房子里打 是这个先打这个呃我看一下对对往房子里打12点火力然后是加3的修正 8 emc ok emc 他现在12大失败直接直接阵亡不用看他这个呃在寿眼上就是阵亡了ok这一般 4加 加emc是吧 55点超过他这个呃 那也是正啊 因为他再次士气崩溃那么就是呃就是被打死了或者是溃逃了反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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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织就没有了 反正这个编织就没有了ok那也是没有了 好那么这边的速军就完全被清除出去了 好然后这里 防御火力阶段所以不能使用炸耳包炸耳包就能在移动阶段放置进攻火力阶段结算 那么只有排长引导这半视频设计在这半视频他的火力只要减半只有2.5就是两的火力只 二的火力只但是啊2.5但是他要加倍因为是近战所以是5点火力只 呃就4点火力吧4点火力呃加1的修正因为有个排长在这 对吧打这个防征人 7 7 4点火力7啊pentas check 来 4啊那没事 ok啥事没有好这边 这边的话我看一下 这边德军可以选择看能不能集火把这个打了 啊这儿看不到 这儿能看到下面都能看到但是上面这个房子的人看不到 这边都能看到都能看到这个房子里的德军 那么集火的话就是 呃4-16 382424点火力 有啊24点火力那可以集火24点火力打这个房子的数据加3的修正 走好机箱通过联摄全部通过联摄机箱 呃5-5加38 2mc好这边来自2mc首先从排长开始 9-9点排长崩溃ok 那么排长崩溃同样也是下面全部要进行一个领导实质检查了 啊好波音班首先来一个 7-8-9-9点啊6-9点啊那他直接崩溃啊根本不要做个外来检查了 复制一个给他好这边波音班再来一个 好大失败 大失败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是 casualty reduction replacement ok那就是他首先要这个降等级从一线步兵班变成这个 呃 他为什么不能一一二二 翻个面看看 可以啊 哦他已经崩溃了是吧所以就没有一二二了是这个意思吗 already broken 没有啊already broken也可以 哦如果是已经崩溃就 哦如果是已经崩溃就 不对啊 他也要replacement啊为什么他不能呢 啊搞不懂 反正他这边肯定是需要这个 降个等级完了以后再死一半的人 他班长阵亡就是有一半的人阵亡了通通里面要班长对吧所以他降一个等然后死一半的人 ok就是大失败12点啊然后没了啊 啊没了 本身也是崩溃嘛 来继续崩溃 呃 ok那么机枪全部通过联射啊这两型机枪 看看啊 ok 那我感觉们苏军这这局可能输得很快啊他的部队 苏军部队损失太多了 确实有点多了 那么这个机枪啊5点加上这个 呃 排长的这个修正啊这个是4点火力值来打这个打这一半人 加2 9 啊没有了然后脸色也 也那个了ok 啊这里3点火力值2点火力值那随便打打吧 打这边 那也没了 好这边是6点火力打这个 加3 退缩啊那也没了 好 那这还可以打 对吧20点火力 呃 啊这个地方要不要这个地方不要主任火力主这个地方去打他 20点火力 再打这个中间哇靠就火力值爆炸了 20点火力有吧有 再打这里 20点火力 加3 12 10点火力 paintask check那就无效因为全部都崩溃了所以不用去看那个定死崩溃的部队不会被定死 ok final fire呢 好 然后这班部队 六点火力 对吧 去打这个 去打这个 最远射程打这边 然后六点火力 加三的话 那么最小是五 五的话能打出mce来 所以首先他要加一个dm标记 这边的这个崩溃部队 遭受到了 就是有有实质性伤害的 就是可能会造成伤害的攻击 ok然后再投 六点火力 加三五六七七十 那肯定没了 但是他主要就是要加一个这个标记 让苏联苏军这边部队 更难恢复啊 这打出什么伤害 倒是没没想过 嗯 在哪 ok 好 结束 苏军的进攻火力阶段 进攻火力阶段没有了 没有了 已经没有单位能开火了 机枪可以开火 但是 还是 还是别打了吗 好 撤退 我们先把这个把这个标记都删掉 好 苏军开始先撤退 这边全部要撤退 并且最近的建筑是这个 是这里 最近的建筑是这里 爬一个 就没了 好 然后 德军这里要撤退 往后撤一个 德军其实可以不撤 因为苏军从后面撤退了 就德军这边部队可以 这边部队可以原地恢复 没关系 不用撤退 我看一下 应该也不怎么需要撤退 就放到这就行 苏军也没有单位能打到他 不是 应该说是苏军能打到他 单位都比较忙 不会去打他 就就在原地地恢复就行了 然后德军 这里不用 然后这边他 这边部队可以撤退 对吧 给了标记 其实我感觉 可能刚刚还做错了 虽然他更难恢复 但是苏军可以撤退 也就是说他可以往其他 哎 我看他要不要往其他进入撤退啊 不用啊 他撤不了 因为这个建筑不连着 连着的话就可以撤 不连着的话他就 他已经在房子里了 他就不能往外撤了 那就不能撤退 不能动 就这样 OK 好 推进阶段 苏军的推进阶段 呃 呃 这我他妈怎么推进 没东西 就没地方推进了 天 确实是没什么地方 推进了 这班部队就往一推一个推到这儿来 那不是找死吗 不能推啊 近战阶段没有 OK 那就到了第三回合啊 下期再说 那么第二回和德军这个 也是跟上期跟之前我那次玩的一样 就是德军这个推进还可以 第二回和德军也是 呃 这次甚至比上一次感觉还好一些 德军这个 就是展开速度啊 快很多 整个时间包抄了 就苏军如果援军不到的话 其实很难 很难办了 嗯 感觉可能苏军 我的苏军这个布置上面还是有些问题啊 感觉崩的太快了 这个战线 德军部队一旦聚拢起来以后 还挺猛的 确实挺猛 那行 那就先这一期先到这儿吧 感谢大家关注的视频 我是林青 我们下期再见